第一千零一张孔宣泽啊 张教主 你这道横有点不到位 不比小牛强啊 福道牛一边撂爵子 在虚空中狂奔 一边牛言牛语 张道领坐在牛背上 也被后方的城主射爆过 满身都是血 很憋屈 但却不得不逃命 我在偏远宇宙修行 压根每五次破线一说 正常两次就封顶了 三次存疑 超凡土壤不同 能一样吗 严苛的大环境下 一个超凡文明 持续万年就到边了 就宇宙中的道运积累 哪里有超凡中心浓郁 张教主说完 一拍牛头 道 快跑 几个城主又弯弓了 那个亲王也追来了 还有天神山的徘徊者 灰烬里的怪物 都跟着出现了 福道牛抱怨 你坐着说话不腰疼 小牛我跑得四只蹄子 都要着火了 累得元神都要酷竭了 我不是帮你挡尖了吗 肉身连着破碎两次 张教主问他 到底还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再次开启时空门 跑得太累 精神不济 要延时了 福盛告知一则糟糕的消息 那 你休息会 由我来带着你逃 张教主将木天镜碎片 当作护身镜 遮挡躯体 跳下牛背 福道牛也没客气 身体缩小 直接就要趴到老张背上去 让人背牛 你给我老实点 张教主瞪眼 将他给夹在嘎吱窝下 嗖嗖嗖 迈开双腿 开始狂奔 福道牛道 张教主 可以啊 就冲你这一双大长腿 平日不负重奔行 都有点可惜 顿速一决 比我还快 什么负重前行 当作骑吗 老张想捏死他 道 闭嘴 赶紧恢复 再嘚瑟 我们都要死了 事实上 他跑得确实快 不然的话 也无法从超绝世区域逃出来 两成的人马 多家大军围剿 都没带到他 远处 剧烈的超凡英子翻涌 绝顶圣物 巨仙旗 又一次出现 那个郡主也没死 从黄昏奇景中出来后 直接就参与了围杀 接着 又一面棋子出现 道运苍茫 压制这片天雨 让五次破陷者 都感觉心计不已 圣皇城的镇仙旗 也被人带来了 小鸟 别逃了 孔炫已死 未出黄昏奇景 你还不臣服 那个身穿青铜甲皱的 高大骑士喊话 正是浮游将军 本体疑似是一只浮游 老张 快跑 浮道牛喊道 这要是被两面棋子 截住去路 保准尸骨无存 根本挡不住 那可是地狱传说中的圣物 张教主一路狂奔 比后方城主 射出的剑雨都要快 惊得浮道牛眼睛都直了 道 教主 神任眼 早就该有你拖着我跑 呼 不行了 跑不动了 我的血液和元神 都要烧起来了 张教主喘气 问他休息好了没有 摸了个摸 没休息好也得拼了 阵仙旗隔空要斩杀我们 浮道牛一身青色皮毛倒树 全身发光 再次构建时空门 带着老张搜的一声 跃进去了 后方 一面金色的小旗迎风一展 覆盖地狱的天空 隔着吴静远 就有道文蔓延过来 展报虚空 时空门刚模糊下去 那文理就到了 让这片地带爆碎 门户都解体了 通道中 浮道牛和老张都大口咳血 各自的肉身都破碎了部分 主要是空间通道受损 严重影响到了他们 他们从这种秘路中 被震落出去 好在跌出来的地带 已经远离刚才的区域 然后 一人一牛 再次开始亡命奔逃 孔轩死了 真是意外 没有想到 他会这样突兀地落幕 远方的巨城中 真胜到场的人在谈论 那头牛都逃出来了 孔轩怎么会死 也有人觉得 消息有误 充满不确定性 五截山的人得到消息后 面色都变了 而且 现在怎么去营救那头牛 难度系数 实在大的可怕 地狱深处 海量大军出击 当下谁去谁死 便是指圣殿 次轻功道场 了解到大军的规模后 都各自行精 终究逃不过既定的命运吗 五截山阵营中 武林道叹气 道 有人为我五截山算卦 占卜未来吉凶 老真胜登上必杀名单后 注定要陨落 蝶血超凡忠心 五截山会被人攻破山门 弟子死的死 离散的离散 从此世间再无这个道场 越是天赋高的门徒 下场越是凄惨 秦空道 真胜亲手炼制的特殊物品 送到地狱了吗 若是到了的话 给我 地狱深处 全身都被黑袍覆盖的冷媚 有些无奈 一眼望去 全都是地狱军团 别的什么都看不到 验证过了 孔萱确实死了 地狱的那位郡主亲自证实 她随着黄昏奇景一起消失了 死得好 原本就计划不计代价 趁早铲出她 不然的话 让她一路突破下去 成为绝顶艺人后 麻烦会非常大 只剩电 时光天 龟虚等阵营的人谈论后 都露出笑意 这个结局很完美 不用他们消耗自身的底蕴了 更不用去头疼了 地狱 超绝世区域 方语竹准备跨区域 尝试去接引老张 一起逃回现世 现世新海中 五六级迈步 准备找个入口 进入地狱 就在各方躁动 心绪各不相同时 地狱较深处 一道雷霆划过 混沌漩涡出现 王轩何遇到其坠落出来 什么情况 这么多牛马 遇到其看着远处 黑鸭鸭一大片 地狱军团在狂奔 像是潮水在涌动 他也是见过大场面的生灵 但是这么多的超凡生物 铺天盖地 嘶吼着 喊杀震天 也是罕见了 估计原本要围剿我 结果堵住了老张他们 千万别出事 王轩的脸色变了 心头沉重 甚是担忧 他一路追过去了 你身上的伤不要紧吧 遇到其问道 在和圣物的对决中 王轩身上留下不少可怖的伤口 骨裂 贯穿躯体的血洞 险些撕开身体的血口子 内甲破碎 满身是血 打穿圣皇城 推平天神山 扫掉灰烬灵 掀翻机械圣庙 这些有难度 单只是救人的话 这些伤无大碍 王轩说着 从混沌物质中 拎出第三件圣物 他化成了一口青色的长刀 线条优美 流畅 和截刀神似 然后 他就横斩了出去 兜着地狱大军的屁股绞杀 要找到福道牛和老张 遇到其提醒 你悠着点 地狱中有各种古怪 老鸡不是说了吗 那半张必杀名单都别碰了 可能有严重的问题 王轩点头 道 我知道 先去救人 你不用担心我 回命土后方去吧 帮我看着与镇压那些圣物 他接连两刀斩了出去 前方血气翻腾 大地烟红 各种怪物和徘徊者 被斩杀了一大片 他如同一道雷霆 凿穿了过去 向前猛冲 王轩的心情很不好 主要是眼睁睁地看着 手机奇物 投身在龟甲漏斗中 生死之患 离开这片世界 哪怕他今天的收获很大 违禁材料 圣物都采摘到不少 但和手机奇物比起来 这些就显得不值一提了 他现在杀气很盛 福盛 你在哪里 过来 他在动用有自觉 想尝试江湖倒牛巨献出来 哪怕不能带到眼前 也要确定其方位 张教主 你听到没有 好像有人在对我们喊话 正在亡命逃遁的一牛一人 满身是血 福盛牛露出疑惑之色 手机奇物 从漏斗内的盗域漩涡中 震脱出来 悬在半空中 屏幕射出刺目的光束 照相龟甲 再仔细凝视 然后 他无声地绕着龟甲转了两圈 截刀露出本体 线条弧度美观 整体呈青色 他一刀断了时空 自现实世界消失 进入盗域中 这种速度无法想象 任宇宙浩瀚 星海无垠 地狱神秘无疆 他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沿着大道纹理前进 冲向目的地 截刀回来了 他重新化为人形 背负双手 环绕混沌物质 来到中央巨公后面的土台子前 一步就来到神秘的树藤上 旋即 他进入十五件圣物所在地 刹那间 他倒吸一口混沌器 周身刀光明灭不定间 截断了时光河流 熄灭了万法 刀光切断所有 这片园子的面积不大 还无法和一颗小行星相比 满目狼藉 混缘秘银小麦 永迹黑铁桃灵 奇缘古铜 万法石等 都快被薅秃了 十五件来头甚大的圣物 没剩下几个 大半都被捉走了 他猛地抬头 原本以为敌人在他回归前都逃了 毕竟 他在归途中接连出意外 耽搁了太久 可是他没有想到 在那龟甲盼 虚无中立着一道身影 那个怪物还在 根本就没有盾去 他在盯着龟甲上的秘文 顶盾刀光沿着因果线斩过去 这个怪物胆子太大了 还敢留下 这是挑衅吗 手机奇物转身 以屏幕面对他 沉浸如冤 我清醒时间有限 谈一谈 谈你个 截刀身上的刀光 切断天地 严重影响到时空的稳定 以刀出万法西 扭曲因果线 要截断对手的命运轨迹 还活着几个 手机奇物沉声问道 第1002章凿穿地狱 一根白骨剑飞来 扑的一声 钉在张教主嘎吱窝下的 迷你扶刀牛的屁股上 当场血花似箭 瞬间的宁静 他便熬得一声惨叫 老张 你是故意的吧 护驾不劣 让我怎么恢复 他半边牛腾炸开 带着血丝的白骨茶都露出来了 剧痛让他直蹬腿 一尺多长的扶刀牛小脸都拧巴了 张教主惭愧 道 抱歉 失误了 但他回头看了一眼 立刻改口 恐怕不是我的原因 那个曾经 被你和王轩追杀的女人出现了 这是得多恨你 都不带涉我的 非要对着你屁股放剑 扶刀牛回首 一眼看到 那位有洁癖的郡主清灵 一路追杀 现在竟还沐浴着新鲜的花瓣 巨仙齐悬在齐头上 他手持宝弓 又对准他了 我家孔爷在时 一个人杀翻你们十几座巨城的人马 现在 你拿我出去算什么 有种等孔爷回来 一拳打死 你们家圣皇 一脚踩死 你们全部 扶刀牛脾气也见账了 过去 在地狱时 他不愿提圣皇 天神 灰晶之主 非常忌惮 现在被逼急了 张嘴就来 牛蛇 牛仔骨 牛剑 都很像 别逃 那个狐甲虎卫的高大青铜骑士符佑 坐在黄金狮子上大喊 在他旁边 还有那条被扶刀牛 斩断过半截身子的城主 飞天无功 也在出言几对 孔炫已死 前方的奴人和奴牛 还不束手就擒 跪下可免死罪 张教主自然不会搭理他们 夹着扶刀牛 一路狂奔 张教主 我不是错觉 确实听到孔爷的声音 他在喊我 这一次 扶刀牛听得真切 主要是距离太远了 王轩的有自觉 难以将他给转移走 只是模糊得有所感应 目前 王轩的有自觉 只是对触碰过的人 语物有效 他曾经帮扶刀牛 梳理过筋骨 调理遇到话纹理 这是深层次的接触 所以 有自觉在他身上的体现得 更深刻一些 他比老张听到的声音要真切 我好像也模糊地感应到了 老张点头 迷你扶刀牛开口 张教主 这次充分发挥 你的大长腿的威力 有多快跑多快 给我争取时间 一会儿 我反向开启时空门 去找孔爷 冰河一处 揍死地狱这些城主 这群怪物 王轩已经确定 老张和扶刀牛都活着 但是处境堪忧 他将有自觉 用在自己身上 瞬息 他从原地消失 一下子出现在很多万里外 接着 他再次消失 就这样不断拉近距离 然后 他适可而止了 得到扶刀牛的反馈 他们要反向 开启时空门回来 怕擦肩错过 圣皇在上 孔萱那孙子竟然没死 他又回来了 扶幼将军 得到一只石光鸭的密报 第一时间禀告清灵郡主 什么 他从黄昏奇景中出来了 还活着 清灵叔弟直播 立刻通知亲王等人 我们自己 小心点 王萱拎着一口青色的长刀 横扫地狱大军 引发大乱 因为他已经杀了一位城主 及徘徊者 没有觉醒 留着无用 他没有留情 一路冲杀而过 很快 地狱大军高层得到消息 孔萱在线 顿时引起骚动 人的名术的影 他一个人凿穿 十几座剧城的事 已经传开 不用担心 圣皇 天神 灰烬之主 知道他活着出现后 一定会赶来 他即便在五次破线领域无对手 也没用 有一位来自圣皇城的亲王开口 道 真仙最强 也高不过圣皇 强不过天神 显然 这次地狱确实来了一批大高手 都是觉醒者 领着海量大军围攻王萱 若非得到他的死讯 圣皇 天神 都有可能会亲自降临 现实是残酷的 王萱来了以后 在真仙领域横扫 现在他担心张教主和福道牛的安危 活力全开 以最强姿态 杀穿这片大军 嘶 怎么感觉他比传言中还要厉害 天神山上的一位神使开口 面露凝重之色 在远方看着 愣是美感临近 应该是急到真仙 另一位神使 面色凝重地说道 孔爷 我即将开启时空门 目标 血色沙漠区域 你在那片范围内吗 要不然的话 我等于自投罗网 福道牛急促地喊道 他和张教主又负伤了 过来吧 王轩回应 接着 他动用有自觉 从原地消失 没入前方的一片烟红的大沙漠间 立身在这里后 轰的一声 周围的怪物全跑了 这里的城主显然觉醒了 不愿单独面对他 先逃为境 就在这时 王轩看到一条黑裙烈烈的身影 横渡长空 下方大地上成片的怪物爆碎 解体 景象有些恐怖 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那里可是离城池不远 显然 有人动用了特殊武器 如同他的规则铜锚 钻了地狱的漏洞 必然是真圣亲自炼制的 很快他一正 竟然是晴空长老 像是黑孔雀舞动天风 划破天际 从这里路过 大地上 想尝试阻拦晴空的那些怪物 没有什么悬念 包括城主赶上前都爆碎了 怎么可能对付得了 赤掌特殊武器的超爵士 地狱军团大乱 几乎是溃逃 王轩立刻腾空并呼唤 远处的晴空一惊 看到是他后 立刻冲了过来 他们说你消失在黄昏奇景中 死去了 但我觉得 你肯定会没事 过来看一看 晴空脸上的冰霜解冻 降落在地 王轩很感激 这种关头赶来找他 那可是冒着生命之危 尤其是不惜动用了 这种特殊的武器 武杰山能送来这种兵器 等于是让道场中的 真圣杯赴念力呢 不过 想来武杰山的老真圣 自己也不在乎了 这一世大概率要死去了 还怕被地狱给他记掌 没事就好 晴空长老说着 递给他一柄黑刀 这是真圣炼制的 几口刀之一 被他带过来两柄 刚才他初步释手 就横扫了一群怪物 效果相当的惊人 不用 我有 王轩立刻亮出 自己的规则同毛 展示给他看 大概介绍了一下 长老你回去吧 我一个人足矣 能凿穿地狱的针线区域 王轩现在 有足够的信心 他现在是 五次破线领域的 至高针线 能一路横推过去 也就是身上 被圣物留下的伤 对他略有困扰而已 别冒险 我有数 王轩点头 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 当 我意外捕获了几件 绝顶圣物 送你一件 看能不能收服为己用 不行就击溃 他的元神之光 沟通命土后方的世界 将那口绿刀取了出来 这柄刀有几分像截刀 但更秀气一些 道与十足 此前 在那片圣物园子中 这口刀 曾两三次斩在他身上 相当地厉害与棘手 他绿盈盈 像是一件瑰丽的艺术品 富有美感 这是可以传承的 圣物 岂不是和地狱的巨仙旗 镇仙旗差不多 晴空大吃一惊 没错 来历很惊人 你试着去练画 看是否能用 王轩点头 离开那片园子后 这个刺头绿刀彻底安静了 不再疯狂 你自己 我捕捉了多件圣物 王轩告知 晴空闻听 都有些无言了 这种急速的圣物 还能捕获数件 他不矫情 直接收了起来 接着 王轩劝他离开 这里根本不用担心 你身上这些伤 皮外伤 没事 晴空点头 了解王轩 知道他有绝对的把握 而且 他震惊的得惜 他是五次破线领域的 终极真弦 他重新划破天际 离开沙漠 梦 远处 传来波动 浮道牛和老张 穿越时空门 进入血色沙漠区域 显然 一人一骑出来 就遇到了地狱军团 王轩第一时间 动用有自觉 成功将他们 转移到镜前 现在的张教主 有点惨 身上最起码 插着数十只剑羽 还好不是 亲王之流射出来的 孔爷 小牛我好惨啊 迷你服道牛 一把鼻涕一把泪 给他展示各种伤痕 牛臀 尖头 还有牛手 都插着神剑 骨头都被射出窟窿了 那该死的郡主 专门领着大高手 瞄着我射杀 我抱起了三次 他告状 让王轩帮他出气 差点就死在途中 王轩开口 不急 先去养伤 最迟明日 他们不来找我们 我也会去打穿圣皇城 推平天神山等地 你是怎么了 受了这么重的伤 张教主看着他 身知现在 他到底有多强 结果各种血动 撕裂的伤 遍布身体 服道牛抬头 道 孔爷 小牛我刚才累眼婆娑 没注意你受伤了 咱们不急去报仇 先养好伤 王轩说道 没什么大碍 只是想休整下 在地狱待太久了 这次差不多该一战定乾坤了 远处 大军围惧 并没有散开 显然那些神使 亲王等 都在等圣皇 天神等清灵 猎杀孔轩 现在场面难得地安静下来 没人进攻 只围在远处 那个郡主没过来 王轩以精神天眼扫视 为发现他 感觉和那只浮游一样 嘴上厉害 关键时刻 比谁都谨慎与逃得快 只要他还在地狱 就走脱不了 此时他不在 那就找别人给你们出口恶气 王轩说着 从混沌物质中 具现化一张大弓 他的第三件圣物最为奇异 没有定型 随他观想而显照 甚至能模仿 其他圣物的形态 嗡的一声 他手中的圣弓被拉开 一道可怕的神剑飞了出去 破碎虚空 在众目睽睽 直下消失 接着 当神剑在现时 扑的一声 射爆圣皇城阵营的一位郡王 其血肉与原神同时爆碎 这一剑 王轩不仅动用圣物 还催发出超神感应 误求一剑射杀五次破线领域的大高手 也算是全力以赴了 那片地带顿时一阵大乱 一位郡王说 被射杀就被射杀了 这个场面对于觉醒者来说 有些恐怖 远方 那个驰掌阵掀起的亲王 无声地倒退 拉开距离 身上起了一层冰凉的鸡皮疙瘩 天神山 灰烬灵等阵营 五次破线的高层神石等 心中都生起一种巨异 全部在快速倒退 血色沙漠中 因为这一剑惊慌 大乱 各大城主带着军团 像是潮水向着远处退去 王轩这一剑 形成一种强大的震慑 各方无不忌惮 浮道牛惊叹 一剑镇压地狱大军 什么时候 小牛我一声大吼 也能有这种威势 让敌军胆寒 慌张后退 张教主也只能叹气 他在真仙境界时 真的无法和王轩相比 这一剑之威 远远脱离真仙的范畴 后面好好打磨自身道横就是了 有破线路 也有大气晚成之路 这些都不急 王轩开口 我得再超绝世 还有一人领域 弥补上来 张教主郑重点头 老张 我有礼物送你们 王轩开口 看向远处 道 走 先离开这里 随着他们前进 地狱大军迅速后退 不敢挡路 天神 圣皇不出现的话 没有人敢轻易动手 方箭 老张看着远空 发现了方语竹 他驾驭一枚圣环 缭绕着奇景 那时慕天卓 他竟然直接动用了 手环周围是深邃的宇宙虚空 点缀着满天繁星 语竹姐 王轩第一时间赢了上去 严肃无比 问他怎么动用了至宝 没事 我和气灵交流过 他压制到了真仙最高层面 没有违规 方语竹前来救援 是跨欲而至 当见到王轩出现 张道领和福道牛 没有发生意外 他松了一口气 露出笑意 还是太危险了 不要这样了 万一更进一步激活 那种场面 王轩都不敢想下去了 在地狱中 他让玉道奇 待在命土后方的世界 根本不敢 让他随意出来 多谢方仙子前来救援 小牛感激无比 福道牛跟在老张后面 一起跟着道谢 王轩后面没有动手 便像是凿穿了地狱军团 冲着挡路的大军而去 不仅没有人敢阻拦 相反 有很多城主带着队伍窥头 为他让路 场面相当混乱 现在 王轩是众矢之地 他不希望方雨竹也被人关注 离开血色沙漠后 劝他赶紧离去 没事 我又没露出真容 小心一些为好 王轩想送给他一件圣物 他没有药 说有慕天灼足够了 最终 他还是被王轩劝走 避免被人盯上 猜测身份等 现在他自己 就能杀穿真仙区域 老张没走 被追杀这么长时间 他心里憋着火 不看到那群人被灭掉 出不来那口恶气 王轩没死的消息传出 果然 多家真圣道场坐不住了 立刻派人向地狱深处 去了解 失落在黄昏奇景中的人 都能活过来 不久后 王轩 老张 福道牛 进入一座巨城 准备再次休养 明天和地狱的人去清算 当日 无数大军将这里包围 而且 士气高涨 有传言称 圣皇 天神等 可能清零了 不久后 福道牛被惊到 张教主也深感震撼 因为有猛人 竟强势闯过地狱军团的拦击 那是两个黑袍人 全身都被遮住了 为守者开路 他极度强横 有五次破陷者上前阻挡 直接被他扇飞 两人杀进城中 自身安然无恙 当看清来人后 王轩认为 对方确实应该具备这种实力 毕竟是手机奇物 曾经选中的人 五六集来了 有冷媚领着 闯进巨城呢 他开口道 看来 我不进地狱 你们也没事 他是看在外甥王轩的面子上 清零地狱 来救其好友张道林 与那头稀有的坐骑 黑袍遮住了冷媚一身 美好的曲线 他这次比较大胆 将正在喝茶的王轩拉到 一边的宁静之地 先是矜持地扬起下巴 而后 美眸流动灿烂光彩 审视着他 地狱道 我是你小姨 扑 王轩将嘴里的茶水 全喷出去了 第1003章 让人躁动与窒息的地狱 冷媚身前腾起光雾 但还是被茶水穿透过去 多少打湿了部分黑袍 雪白景象 还有衣领 沾上了水珠 他也有点破防 这是什么破外甥啊 仅问句话而已 反应就这么大 他被淋上了茶水 以及口水 他赶紧给自己施加了的净化术 神话英子蒸腾 与水雾共凝晕 并且 他后退了几步 其长身段摇曳 青丝扬起 瞬间神圣出尘 你怎么这样想 王轩赶紧开口 他早先就防着五六级呢 始终都称呼为师兄 打死也不可能叫舅舅 就是怕出现眼前这种状况 身在巨城内 冷媚的黑袍 没有再套在头上 露出冷艳动人的白皙面孔 他比过去从容 有底气多了 我已经知道 他走了几步 坐在主位上 不再高冷 露出外界流传的 两张照片中的 另一张的气质 他微微一笑 竟有些妖媚 瞬间从冰雪气质解冻 如同火焰 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神韵 小外甥 你的胆子可真大 居然一而再地敲打我 显然 五六级和他说了一些话 他彻底带入进去了 现在成了长辈 他多少有些小矜持 稍微端起小姨的架子 他坐在那里 略微翘起一条长腿 从黑袍中露出 但里面依旧是黑色的 紧身内甲树身 倒是显现出了好身段 还敢指使我洗衣服吗 冷媚拢了拢袖法 很放松 虽然不是真个心事问罪 但明显有那种韵味 他现在有点反客为主 主要是觉得 以前被欺负惨了 王轩没坐下去 站在旁边 看着他扬眉吐气的姿态 端起来的小架子 并没有急着为他纠正 他很是八卦 压低声音道 你真是妖婷老 真盛的小女儿 怎么说话呢 那是你外祖父 冷媚白起不成熟的长辈姿态 在那里慵懒地修着眉甲 瞥了他一眼说道 王轩也有点无语了 这是让他端茶道水洗衣服后 被记账了 现在以小姨自居 开始管教他了 但他还是好奇心很重 妖族那位真盛 那么大的年岁了 竟还生出一个小女儿 这可真是密闻 当然 他压根没意识到 有些事情也发生在了 他自己的身上 他家里面也不遑多让 不管怎样说 你的母亲 总归是我的师姐 所以 我是你的小姨 这没问题吧 冷媚说道 事实上 他根本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妖族真盛的亲女儿 虽然有些耳闻 但那些都做不得真 但是 他认为 从王轩母亲那里相认的话 他就是高了一倍 两人一个小矜持 一个八卦之心很重 试探着 交流着 一个想弄清楚师姐的状况 一个想了解药亭真盛的秘密 结果还真聊了不算短的时间 最后 王轩一锤定音 道 嗯 这么说吧 你不是我小姨 还你师妹还差不多 你不知道吗 我就是面对五六吉时 也是喊他师兄 这也算是官方认证 暂时被他强行捋清关系 我师兄都说了 你还想瞒着我 冷妹不幸 没起身 反而将一条长腿 放在茶几上 反过来指使他去倒茶 这是前阵子被压迫得有点狠了 王轩满足了他这个小心愿 亲手泡了一壶母宇宙的特产 来自恒均的第一仙茶树街的茶果 其实 咱俩没有血缘关系 我可以百分之一百地确定 奉上一杯鲜茶后 王轩温和地说道 你什么意思 冷妹起坐在那里 看着事后与奉茶的大外甥 颇为满意 但很快 他又脸色微红 很明显思绪飞扬 联想比较丰富 道 你提没有血缘关系 做什么 这样是为了确定 你不是我长辈 然后 你去洗衣服吧 王轩将和十几件 圣物厮杀史留下的破烂战衣 直接丢给了他 我是你小姨 他站起身来 都说了 肯定不是 以后你会知道的 王轩说完 又丢给他一套战甲 冷妹一看 这些 显然都可以扔掉了 就是为了使唤他 去吧 冷妹听闻 有点想磨牙 但是 看着他那副 无比笃定的神色 他又犯嘀咕了 最后气得跺脚 白谱失败地抱着衣服离去 接着五六级就走进房间中 不管王轩是否乐意 他真就是以救救自己 又告诫了一番 别欺负你小姨 他带着深意说道 王轩琢磨着 他这么认真 将来知道真相后 心里落差过大 各种刺激与反应之下 不会成为妖婷真圣第二吧 想捶抱自己 王轩岔开这个话题 不想继续了 简单提及五六级 很关心的黄昏奇景背后的那个世界 而后 问他要不要圣物 不管怎样说 五六级这个假舅舅 对他真不错 不惜清零地狱来救援 他确实想有所表示 回报一下 绝顶圣物的园子 足有十五间 五六级的面色变了 他能走到这个高度 自然也对圣物的起源与来历等 有过自己的思考 但是 外界普遍都认为 没有问题 因为没听说 谁因为圣物而出事 现在 他从王轩这里得到这种消息 居然有圣物群棄居的特殊地方 一时间陷入思索中 挑一件吧 王轩说道 不用 你自己留着吧 或者送他人 五六级白首 而后 他自信又霸气地说道 真当我在真仙五次破线领域 是荒废过来的 我的原神中 诞生了两件最顶级的圣物 王轩露出亚瑟 不愧是手机奇物看中的人 他果然很特别 不只是苦熬三万年有关 没有一定的信心 他怎么敢去尝试六次破线 虽然五六级失败了 但他 确实很了不起 知道五六级 有两件圣物的人棘手 他现在提及 主要是看这个外甥各种出格 想敲打一下他 别太过于自负 须知人外有人 然而 他也只是在王轩脸上 看出一缕惊讶 根本没有过于激烈的心绪波动 你不会也有两件吧 孔爷 最不缺的是就圣物 福导牛走进来了 五六级洞容 看来是敲打不成了 对方该不会比他的圣物还多吧 不太可能 超凡界有记载 原神中诞生两件圣物的强者没几个 三件圣物 连真圣都摇头 没听说过 张教主也跟进来了 因为王轩传音 要送他们礼物 福导牛果断选了那根黑色的鸡脚 感觉无比适合他 那本就是一根牛脚 这根黑脚 很不简单 是一件难得的顶尖圣物 五六级虽然有心理准备 但看到后还是颇为神色凝重 他亲自拿过去看了又看 福导牛激动坏了 对王轩千恩万谢 然后美得都快冒鼻涕泡了 道 小牛我能额外多上一件圣物 真是 逆天的气韵 赞美主人 无所不能 至高在上 他激动到 直接变成一头铁牛 张教主没见外 一眼看中那面蓝莹莹的镜子 他能冻住超凡者的灵魂 神威恐怖 五次破线者都很难挡住 但是 这镜子目前对他有些爱搭不理 五六级再次研究了一番 郑重的点头 叹道 确实都了不得 老张 你要是得九灵洞的真圣赏识 就给他研究下这件圣物 如果没机会 那就算了 王轩开口 他自然对这些圣物的来历很想探究 同时 戒心始终是存在的 准备让各家真圣去 分别探究下 当然 最关键的是 只要他自身崛起足够快 这一切都不是事 先给熟悉的有人用着 目前没什么问题 直到王轩江冷妹也喊进来 亲自帮他挑选圣物后 五六级才又露出笑容 比较满意 怎么能忘了小姨 幻衣女郎刚才还有点小不满 又被使唤了 但现在得知 要得到什么样的礼物后 顿时冷冽气质解冻 满心欢喜 笑颜如花 如他最终选择的那件圣物一样 春光明媚 他看中的那珠盘桃树 有两种形态 寂静时通体漆黑 能营造腐朽宇宙的奇景 轻十万法 而当他被激活为另一种形态后 则是满树碧绿 粉红桃花盛开 到蕴莎商力十足 现在 他如那圣物般 面若桃花 笑容又非常甜 和事实 给妖婷的真圣看一看 王轩叮嘱 巨城中 这几人都满心欢喜 收获感十足 根本没有一点大战将来的紧张气氛 可是城外 却是战云密布 地狱的军团不断开拔过来 彻底封锁这座巨城 这次圣皇城 天神山 灰烬灵等全都出动了 他们现在判断 孔轩应该是一位无比恐怖的极道真仙 历史上 一旦出现这个极数的五魄真仙 最终都会去攻打圣皇城 天神山等地 寻找地狱的后赐 如真圣级经文 可传承的圣物等 此外还有那半张名单 即到真仙对地狱深处的巨城 是最严重的威胁 而且 孔轩此前就已经连着凿川十几座巨城 就冲他这种形式风格 必然要打进地狱深处 正是因为如此 圣皇城 天神山等阵营联手了 一种暴风咒语将来的恐怖气息 在地狱中弥漫 整片真仙区域 都感受到了一个莫大的杀劫之力在弥漫 各家真圣道场 怎么可能不重视 全都在密切关注 甚至有重要人物都亲自动身了 在眺望 在等待大战开启 许多人都意识到 这很有可能会是影响极其深远的一场大战 孔轩或许要被灭掉了 当然 还有一种可能 真仙区域有可能会出现地狱成空的奇景 传说照进现实 神兆的后代 地狱五破仙 第一时间出现在远处的地平线上 眺望地狱军团 顿时到西超凡英子 不只是他 各教都有人到来 此外还有大量的探险者 以及赏金猎人等 带着任务而至 准备录制下这一战 人们都心惊肉跳 因为 在王轩栖身的巨城外 拔地而起很多城池 有巨城 也有中等规模的古城 地狱深处的那些势力 很有手段 携带能移动的城池群 摆下这么大的阵势 主要是怕外界的人干预 圣皇 天神 可能真的来了 很注意自身的安危 整片广阔的战场 都有城池分布着 成为连营 真要有超爵士在远方冒头 等待特殊的机会下场 必然会被地狱的平衡规则 第一时间清算 这是时隔漫长岁月后 地狱出现的 一场恐怖的决战 地狱成空 传说一定会照进现实 浮道牛慷慨激昂 对王轩无比有信心 王轩身体发光 排进圣物在他的伤口中 残留的规则于运 他的那些血窟窿 断骨等都在恢复中 他确实有意一战定乾坤 但是 当他看到巨城外 一座又一座城池拔地而起后 也是倒吸神话物质 心头沉重无比 这真的是一场大决战 哪怕强如他 是一位终极真仙 也必须得严阵以待 万一有个疏忽 就得惨死 谨慎 现在走还不迟 我可以和你联手杀出去 回归现实 五六集说道 他警告道 地狱莫测 历史上 不是没有出现过 能打穿这片区域尽头的 至高真仙 比如手机奇物看中的女子 但最后关头却莫名出事了 现在 所有人都在关注 这无可避免的一场大战 人们在怀疑 这么大的阵仗 这么大的声势 圣皇 天神 灰烬之主等 大概率亲自降临了 地狱会不会因此杀到沸腾 真的半生出那半张名弹 各顶级大轿 皆感觉事态严重 高层都坐不住了 就是那世外之地 真圣道场的人 也都露出凝重之色 一些重要人物无法淡定 有高层成员清零地狱 比如岳圣湖的黎陵 五节山的老艺人 至于时光天 归须道场 只剩殿等 更是都有艺人准备前往地狱 因为他们怕必杀名单 真个因此出事 第1004章举世皆知 剧成中很宁静 王轩的伤没问题了 他多次动用无自觉 拔去圣物残留在体内的道运 伤口愈合 彻底恢复了 红日偏西 城外虽杀意弥漫 大旗招展 但地狱军团 没有动手的意思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城池 点缀在这片平坦的大地上 在夕阳中 庄严 肃木 压抑 震慑人心 天神山 圣皇城 灰烬灵等高层 都很沉稳 没有急于出击 因为围城时 天色就已经不早了 他们担心 若是太阳落前解决不了孔轩 地狱的游荡者 大面积的出来后 会严重影响围炼 地狱的夜晚 非常可怕 对于觉醒者来说 同样危险 没有城池的保护 整片野外都是血腥的 残暴的 最终 太阳落下地平线 这一战没有爆发 深蓝之月升起 如乌云般的腐烂剧情横空 遮住了月亮 有义人籍的恐怖游荡者出现 一步迈出 就登上月亮 所有人都知道 大战将在明日清晨展开 自那一刻起 巨城外的土地 将被血水染红 地狱这个夜晚很诡异 与往常不同 死去的急到真仙哭泣 显现出道运 诸神跟着哀嚎 深邃的夜空下起倾盆大雨 仔细看尽是阴红色 地面流动着血河 这在过去极为罕见 这不像是什么好兆头 耸入云朵的巨人 庞大无比 腐烂的脸上满是血泪 从高空不断落下 他横穿真仙区域 带着绝顶艺人的契机 纵然是城中的五六级 盯着那脚掌 都比城池高的巨人 也都露出凝重之色 更远处 一个巨大的身影 心口插着铁毛 连头颅都被剑语定穿的 一位艺人 双目尸神 张嘴尖 要无声地吞掉蓝月 真仙区域 足有数十道身影徘徊 脚掌落下 足以能踩碎巨城 百量的游荡者沐浴着血雨 啼哭着 惨叫着 惊扰了这个雨夜 更有可怕的血色闪电 不时滑破天穷 雨夜中 各种怪物 隐隐绰绰 密密麻麻 整片地狱都充斥着可怕的契机 各交的超凡者 外来的探险者 以及赏金猎人 都躲在城池中 大气都不敢出 这个夜晚太特别了 死在地狱的真上 五六级寒毛倒数 赶紧低下头颅 不敢再去看 那种怪物 彻底超纲了 真要是引起她的注意 在地狱中简直无解 想逃都逃不走 在哪里 冷媚到底还是年轻 白皙面孔上 还有好奇之色 死在地狱中的真剩出现 这是多少个时代 都难见的壮阔奇景 别看 五六级以原神喝道 阻止了她 王轩只扫了一眼 就立刻低头了 在那地平线的尽头 一尊恐怖的身影 矗立在大地上 高耸露天外 虽然她道运苍茫 但身体腐烂了大半 不看没事 只要投去目光 心神必要爆碎了 那腐烂的身影 像是一下子 挤压满了整片 超凡中心大宇宙 各种符文 破烂的星海 被正亏的星系 断裂的围禁物品等 全都显照出来了 王轩连用了六次无自觉 才将那种恐怖的投影 从心中斩去 真剩的残骸 没有主动攻击人 但是一旦注视她 就会有志高道运延着 心灵之光而来 足以让普通的超凡者发疯 王轩严重警告福道牛 也提醒张教主 千万不要去窥视 同一时间 她看了一眼 站在自己身边 好奇心最重的冷媚 在她雪白的景象上 轻拍了一下 然后将她的头暗的低下 她还真想看 这个夜晚 一些城池中 有些不听警告的 年轻人疯了 精神崩溃 还有些人 甚至直接原神爆碎 事实上 还不止于此 午夜时 又出现两个真剩残骸 至于大地镜头是否还有 那就不不得而知了 反正没有人 再敢去看奶怕一眼 就是一人都垂下了 自信的头颅 低调地折服在城中 所有人都觉得 这次与众不同 必杀名单真有可能会出现 各种预兆 都太甚人于恐怖了 四 哟 真的可能来了 后半夜 有一人通过神弧倒映奇景 窥视了一眼 看到从地狱深处 走出一位虽然腐朽 但身体还算完好的真剩 手中持着一个玉匣 那是什么 当中装着的 莫不就是传说中的半章名单 这个深夜 地狱的超凡密网无比忙碌 各种最新密报 向着现实传去 那半章名单关乎甚大 有真剩想从上面 画掉自己的名字 也有真剩怕自己的名字 被改写在上 它一旦出现 必然是无边的血雨腥风 事实上 宇宙星空中 原本也不宁静 此时此刻 超凡网络上 各大神话平台 各家超凡频道 都在谈论孔宣 要对决地狱军团的事 到了如今 有些事根本不可能瞒得住了 前段时间 地狱中许多真相都传了回来 星海中一片哗然 人们已经知道 孔宣同指圣殿 赐清宫 归虚 时光天等不对付 曾激烈交手 孔宣不仅没死 还五次破线了 斩杀了时光天的流年 指圣殿的周泰 恶神府的向善 这些消息传回来后 星海大地震 早先 流年刚出现时 还有人吹嘘 推波拦住 认为一代天纵神人崛起 结果转头真胜到场的 多位最强门徒 就被孔宣一个人击毙了 很多人都知道 孔宣几乎算是散修 被人戏称为质检员 主要是针对 四次破线者而言 结果到头来 他连五次破线的 头面人物都给杀了 消息初步揭露时 各方简直不敢相信 这实在是惊世骇俗 所以 最近这些天 孔宣之名传遍各地 整片超访网络上 都在议论 他的出格与超纲 让所有人都失声了 地狱五破先拍到的一些视频 姗姗来迟 终于发出来了 人们震撼地发现 王宣还没有五次破线时 就曾在神城杀过城主及怪物 在十一位五次破线城主的围攻下 他都未死 随后 更有他杜劫时的可怕画面 以及他追杀多座剧城联军的离谱影像 简直颠覆了 现世各方超凡者的认知 知道孔宣为什么没死 并能迅速崛起吗 因为他购买了我的 地狱生活指南 在地狱得到了很多造化 一人心蹭热度 顺势推销书 卖地狱生活用品 各种报道都有 什么牛鬼蛇神都出来了 讨论多到看不过来 比如说 有人信誓旦旦地提及 孔宣其实是某位真圣的私生子 还有消息称 一位真圣看上了他 要说为关门弟子 甚至想召为孙女婿 当然 诋毁他的也不少 什么马上就要死了 归须 刺青宫 只剩殿等不会放过他 孔宣离不开地狱 所以 现在地狱的最新消息传来 说他要在地狱决战 顿时引发热议 整片超凡网络上 都是这个话题 林小三 要去地狱吗 看一看孔宣的决战 安姨娘 你到底什么状态 究竟是不是一人分身 竟这么活跃 新海中 很多人都想去地狱亲自观战 因为觉得 这可能是标志性的大事件 未来多少年后都会被提及 错过此战的话 注定会很遗憾 我要去地狱 看二爹的大战 为他助威 五截山 狼天坐不住了 兄弟们走了 祖团去地狱 黑白熊族的熊山 也适时和五截山的狼欢 十眼金蝉等人联系 那是我兄弟 刘花成 高老庄 忠诚激动地自语着 恨不能立刻冲进地狱中 世外之地 很偏远的区域 冲销电道场 迷你版剑仙子闹脾气 别拦我 我要去地狱 养剑两百多年 我要展出心中那一剑 别人不知道孔宣是谁 他可是清楚 师妹 冷剑 你到了关键时刻 有人劝阻 尤其是此季道场深处 有真圣级连衣荡漾出一丝 这个夜晚 很多人都在谈论 现实中人已经知道 地狱究竟多么壮阔与危险 整片超凡界都在关注 超凡中心外 已经算是外宇宙区域了 一个破烂的黑幕盒子发光 和大道纹理交织 蔓延近前方的中心世界 他能够了解到 星海中的各种讯息 穿透过去 现在 拨开时光的迷雾 得见真相 大概率 是他来了 接着 烂幕盒子发光 以无上大神通 扩张出纹理 有霞光进入现实星海 激活一艘战舰 向外发送消息 陈永杰 如今地狱中的孔宣 可能是王宣 某颗神话星球上 陈永杰手持超凡通讯器 当即实话了 喃喃道 小王 他自己 过来了 对 等一下 你是谁 陈永杰快速问道 古今 你该不会想让他还人情吧 不用他出战八百年 没必要 关键时刻 他去出手几次就是了 师父 谁啊 青木来了 刚练完功 满身都是汗水 王宣 可能来到这个世界了 什么 小王他真的做到了 自己横渡进星宇宙中 青木情绪激动到发抖 地狱 黑暗退潮 这个最为可怕的夜晚结束了 太阳跃出地平线 金霞普照 地狱的军团暴动了 圣皇城 天神山 灰烬灵 机械圣庙等 都有竖起了大旗 进宫即将正式开始 远方 来自新海阁教的超凡者 还有室外道场的高手 以及探险者与赏金猎人等 都出现了 没有人愿意错过这一战 五节山的人自然来了 准备充足 方宇竹也立身在远处 商议 改头换面 也从超爵士区域前行了过来 时光天 龟虚 只圣殿 刺青宫 恶神符等 皆有一人清零 孔萱 出来 地狱的觉醒者大鹤 在朝霞中 无数的大军咆哮 汗天动地 那种精神元气汇聚在一起 简直是神党杀神佛 党杀佛 据称中 非常安静 王轩走出打坐的宫殿 穿上崭新的战甲 一夜间 他的精气神养到了巅峰 无比圆满 圣皇亲至 孔萱出来见皇者 圣皇城的统领大鹤 天神清零 天神山有神使鹤道 瞬间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灰烬之主来了 显然 这个极数的统治者 名字被喊出 提及他们清零后 直接让地狱军团的战役 无限拔高 机械圣者到了 巨城外 觉醒者 怪物 全部暴动了 无比活跃 地狱真仙区域深处的 最强生灵 连妹而来 在这种情况下 有谁可以抗衡 他们自认为 能横扫一切外来者 更何况 只针对孔萱一人 来自县世的超凡者 面色都变了 这种场面 让各家真圣道场的高手 都心头悸动 觉得无解 不用担心 王轩回头看了 眼冷妹 张教主等人 他深吸一口气 而后直接自原地消失 他进入迷雾中 俯视着城外 并向前逼近过去 外人无从感知 这个时候 他取出一架短炮 正是从黄昏奇景后 那片神秘世界的镜头 捕获来的绝顶圣物之一 王轩睁开精神天眼 寻找众议的目标 第一击自然要选个典型 挑个最好的猎物 下一瞬 他盯上圣皇城阵营那里 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契机 有一个身穿紫袍的男子 站在怪物群深处 他头上带着明刻有志高真仙 符文印记的圣皇官 身材高大 威严 缭绕着志强的道泽碎片 清晨 一道刺目地光 朝脱县室外 沿着道运轨迹而行 突兀的降临 扑的一声 击中圣皇城的统治者 在朝霞中 那位赫赫有名 让所有巨城之主都臣服的圣皇 其脑袋扑的一声爆碎掉了 第1005章收获满满 清晨 地狱 朝霞间 室外降下神光 海量怪物中的绝顶圣皇 其原有的脑袋 就像是个烂西瓜似的破碎 没了 那曙光的余波荡漾 周围的怪物宛若庄稼 被镰刀收割 胸部以上爆成血雾 成群成片地倒下 圣皇确实有些摸不着头脑 无头 染血的躯体依旧高大 单看颈部以下 缭绕规则碎片 缠绕山河等壮阔奇景 威严不可侵犯 他自身都有点梦了 右手从脖子以上划过 脑袋无影无踪 他什么都没有触碰到 不过 他的意识宁而不散 毕竟为真仙区域最强者之一 五次破线的城主 都要对他低头 臣服 他的本能还在 头颅被击碎的那一刻 他就如鬼魅般离开原地 接连变换方位 在他的左右肩头上 各自插着一杆小旗 像是承载着有形的道 全面激活 复苏 璀璨纹落扩张 阴红色的巨仙旗发威 散发不朽之光 旗面斩动时 将他破碎的元神 和彻底消失的头颅重聚出来 王璇点头 圣皇城的最强者名不虚传 确实极强 存在不止一纪元 超越五次破线的巨城之主 他早有预感 多半不能一击 就将圣皇打个形神俱灭 这样也好 他只是掂量下地狱深处的天神 圣皇等到底多厉害 可以确定了 都为几道真仙 现在他心里有谱了 没死最好 不然 有些浪费 我还指望拿下你等 去黄昏奇景中 置换出一些有用的人 远方雄昏的巨山上 还有天边的云层间 许多观战的超凡者 最初也摸不着头脑 还未正式开战 圣皇城那位至高统治者 就来了个先报为敬 圣皇 有五次破线的觉醒者大叫 这才刚要开战 己方的至高强者 就被人斩首 这样的恐怖场景 对附近的地狱军团冲击 实在太大了 刚才这里喧嚣冲销 士气高涨的局面 一下子被人以泰山压顶之势 给击散了 这种狩猎场面震慑人心 喊什么 我不是好好的吗 冲锋 猎杀孔宣 圣皇尖头 两个小旗交织光芒 整片天地都被一红 一金两色光彩淹没了 他这样一声断和 让那开口的城主都一颤 敬畏不已 骚乱快速平息 但是敌人呢 在哪里 吃 其他方向 天神山 灰烬灵 机械圣庙等阵营 各自的统治者 全都在第一时间激活圣物 血淋淋的例子就在眼前 那位立足在极道领域的圣皇 险些出场及中场 所有这些 不过是精神私感 一个起伏间发生的事 王轩在地狱军团躁动时 就已经再次出手 谁会给对手充分地准备时间 自然是趁他并要他命 圣皇身上的梁杆小齐 确实了不得 这是地狱传承下来的圣物 换了不止一位主人 是皇权身份与志强的象征 齐面展开 像是两只神异 悬在他的左右肩膀两侧 神光亿万缕 赤霞和金芒交织 将他衬托得威严无比 高不可攀 齐面轻轻一震 天地被划开 天穷暗淡 附近的虚空寸寸暴碎 他在寻找王轩 想将他逼出来 不过 他失算了 无法触及迷雾 那是超脱县世外的神秘之地 就是王轩自身 都没有解析透彻呢 走不到最终之地 动 王轩架着超级圣物 短炮 又趁机开火了 天降神光 还好 这次圣皇池掌的 两杆棋子复活了 他如同张开双翼的 至高神皇 确实很强 足以僻逆 五次破线领域 双翡一震 神翼横扫 将那璀璨的光束截断 而后绞碎 圣皇神威 至高无上 有觉醒者大喊 并且 他们根据光束的轨迹 冲销而上 想去源头围杀孔轩 咚 咚 接连五道光束 像是不知疲倦 没有枯竭之事 急速打来 震得圣皇城的 急到真仙身体矩阵 两张旗面剧烈交织纹理 烈烈作响 全力阻挡神光 他自身矩阵后 冲了上去 杀向目标地 王轩沉静 冷漠 又不是没打爆过 急到真仙 在黄昏奇景后的世界中 曾遇到过十三位 太有经验了 他无声地赢了上去 如果双方都不用圣物 直接遭遇的话 最后肯定是他暗死圣皇 至于现在嘛 也就是那么一回事 他又不缺绝顶圣物 他无声地从迷雾中出现 俯冲过来 王轩以近人皆知的草藤 去对付巨仙旗 另一件隐藏的混沌圣物 巨仙为一座古朴的塔 去对付镇仙旗 到了这一步 便是别人知道 他有两件圣物也没什么 因为他都准备一战定乾坤了 清空真仙区域 这种后果与影响更大 两件圣物 符合他现在的实力与地位等 矿 他自身的手掌 迎上了圣皇拳 两者间爆发璀璨的神光 就等你出现呢 附近 那些觉醒的城主冷笑 再怎么说 急到真仙领域的圣皇 也不可能再和孔宣正面对抗间 被迅速横杀 只要稍微拖延下时间 一群人就杀到了 将虐杀这个来自现实的狂人 天神 灰烬之主 机械圣者 都撕开虚空 直接过来了 要合力顺杀孔宣 同时 在他们的身边 都带着真正的大高手 神使 统领 机械兽等 一窝蜂地围杀了上去 这个场面 让各方都心惊 那可是一群五次破现者 领军的则是急到真仙 正常来说 同境界单一超凡者被堵住 必死无疑 然后 人们就看到 王宣的手掌 和圣皇的拳头 对轰时 后者的拳印黯淡了 一刹那就经历了 数十上百次的碰撞 有血液溅起 圣皇的拳头露出止骨 这个画面震撼了所有人 一位急到真仙 在正面与孔宣的对决中 肉身强度不如后者 一瞬的画面 如同永恒 王宣对付急到真仙 非常有经验 他全身无短板 从肉身到精神 再到术法 以及道运等 全都立身在急到领域中 各种极致 综合起来 就是至高真仙 及终极真仙 术法 精神 道运等 自他身上流动出来 绽放 如不朽的大道之花摇曳 他攻克了圣皇 最擅长的极道领域 术法光幕 咚得一声巨震 光芒无限 所有人都看到 圣皇的脑袋 挨了王宣一巴掌 被打的塌陷部分 这个画面太具有冲击性了 王宣当着地狱联军的面 连着削了圣皇城 及到真仙三巴掌 头盖骨都被掀开了部分 脑袋骨折了 死 其他觉醒者大鹤 已经杀到了 还有天神 灰烬之主 机械圣者等带着步众 全都发动了 最为凌厉的一击 便是急到真仙 也承受不住这种围攻 刷的一声 王宣薅住剧烈挣扎的圣皇 顿走了 没入迷雾 彻底不见 人呢 地狱联军打爆了这片虚空 让天穷都成为可怕的深渊 彻底粉碎时空 各种虚空陷阱都被翻遍了 也没找到他 去提醒下他们 孔轩能短暂消失 守住那片区域 他就会被动出来 凭地狱军团的绝对实力 应该能够杀孔轩很多次 刺青宫的一位超爵士 暗中吩咐门徒去传递消息 他看得都焦躁了 居然会以地狱一方实力开场 太不可思议了 事实上 地狱阵营中 早有对孔轩战法的研究 知道他的某些神通术法等 可还是一阵大乱 因为 圣皇被他拎走了 众目睽睽之下 被掀开头骨 且跟着他消失 这更进一步打击了士气 别慌 稳住阵脚 他不可能长时间消失 所有城主及高手 都聚集在一起 不要分散 有人喝道 圣皇满身是血 全身多处骨折 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 王轩 曾经连拜十三位 击到真仙 拿捏他不会很难 圣皇震惊地看着此地 满脸苦涩 说不出话来 他已经意识到 这他们不是击到真仙 而是一位终极真仙 在地狱中 这都是传说 他目前的最强倚仗 就是两面小旗 圣皇城 可以一代代 传承下来的至高圣物 但是 很快他头皮发麻了 因为 他看到 对方连着亮圣物 草藤开花了 混沌仙塔发光 沙漏转动 孔轩手中还拎着短炮 他可是聚成联盟的共主 真仙领域的圣皇 今天自身比不上对方 连携带两件圣物 都要被对方的 圣物小群体压制 围殴 这一意 没有任何意外 圣皇被打了个古断金蛇 元神黯淡 让他不解的是 对方并没有格杀他 两杆棋子不错 这应该是圣皇城 传承下来的东西吧 你自己的圣物呢 王轩问道 献祭给巨仙旗和镇仙旗了 借此快速练化了他们 圣皇叹道 接着他又开口补充 你不用打两杆棋子的主意 昔日 也曾有人打穿圣皇城 夺走两旗 但是也只能在地狱使用 带不到县市去 离开的瞬间 他们会自动消失 回归圣皇城 你这么说的话 我更感兴趣了 王轩果然来了精神 剥夺过去巨仙旗和镇仙旗 仔细研究 他们文理密布 繁复到让他都猝眉 这确实是好东西 他估摸着 这应该算是至高级别的圣物 王轩道 我确实不信嫌 离开时 就放在这片迷雾中 我看他还能超脱出去吗 难道还能飞回圣皇城 接着 他又开口 我给你机会 可以不杀你 但是你得配合得痛快点 如果和我嘚瑟 耍手段 我直接击毙你 永久性地抹杀 连成为魂恶的徘徊者 都没机会 圣皇精义 对方真会留下他的性命 这确实超出他的预料 活得越久 他越不想死 因为他都看到 回归现实的希望 觉醒很多年了 如果纪元末年到来 他熬过地狱成空的大劫 保住意识清醒 那么就他算是 真正正断了枷锁 可回归现实中 好 我配合你 作为集道真仙 身为圣皇城的最高统治者 他倒也痛快 接下来 王轩收获巨大 他从圣皇这里 得到了完整的 心和喜神经 从肉身到元神 整部真圣功法 彻底圆满了 这还是他作为野修 得到的第一篇 无缺的真圣经文 然后 他又从圣皇这里 获得一篇残缺的圣级功法 非常有价值 让他看得颇为入泥 如果不是环境不允许 他想深入研究个痛款 巨仙旗和镇仙旗 一红一黄 悬在他的身体两侧 竟被他初步练化了 主要是圣皇非常配合 不仅撤去了所有印记 还帮他一起练化 这样资敌 效果实在太明显了 当然 王轩也不可能尽兴他 让他放开元神 验证各种晶片等 确保无误 我保证你不会死 要去的地方 比你待在地狱深处苦熬更好 因为 地狱成空时 你这种有意识的生灵 根本熬不住 最后必然会回归 魂恶状态中 王轩将他封印 彻底压制后 向着迷雾外望去 现在 他眼神火热 外面还有天神 机械圣者 这些都是活着的宝藏 值得去挖掘 必须要生情活捉 不过 他也在皱眉 这群人都聚在一起了 且布置了大阵 多位几道真线 还有五次破线的城主 联合在一起 没关系 我是终极真线 在这里一个人 镇压你们全部 最主要的是 他现在立身在迷雾中 可以挑选 最合适的出手时机 他决定 今天彻底将地狱之事了结 清空 此一过后 短时间内 他大概率不会回来了 他缓缓迈步 走到迷雾边缘区域 俯瞰着下方 自语道 终极一战 开始